眼前这个正坐在后机室直播的女人 她身穿灰色短袖 戴着帽子和墨镜 打扮得十分年轻时髦 她此次形成的目的地是日本 她要坐飞机到日本去看望自己的孙子和孙女 她与两个孩子已经四年未见 这个可怜的奶奶便是张岚 此时的她开心地像一个孩子 仿佛年轻了十几岁 张岚迫不及待地开启直播分享自己的喜悦 在直播中她说道 如果不是儿子带着两个孩子已经从中国台湾起飞 我是不敢开直播的 生怕满心欢喜却是一场空 时隔四年终于可以见到两个孩子的她激动不已 不过直播间的风向很快便转了方向 张岚让两个孩子展露在大众面前 大家都说张岚好奶奶人设似乎崩塌了 有不少人在直播间问 为什么看望孩子都要飞到日本 孩子在台湾的应该来大陆啊 这个事情就涉及到大家的知识盲区了 据知情人透露道 应该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给孩子办理台包证 不办理这个证明 孩子是无法来到中国大陆的 所以她只能退而求其次 飞往国外团聚 为了见到孙子孙女 张岚还要拖着65岁的身体跨越万水千山 不得不让人心酸 此次她有备而来 带了一箱自家产品 在直播间 张岚问孙子 想吃爸爸的麻溜剂吗 孙子不说话 她又多问了几遍 后来张岚当着直播间众多网友的面 笑嘻嘻地撕开一桶酸辣粉 开心地说道 弟弟就知道打游戏 奶奶给你泡酸辣粉 酸辣粉泡好后 张岚自己先尝了一口 随后又让孙子孙女吃这桶酸辣粉 这个举动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反感 很多人都在说张岚不讲卫生 把自己吃过的给孩子吃 太恶心了 难怪大S不让她看孩子 除此之外 张岚一见到孩子 就各种直播带货 宣传自己家的产品 这点也被人吐槽 许多网友说 她是利用孩子搏眼球 把孩子当工具 本质上就是为了带货圈钱 事实上 之前大众对张岚的印象非常不错 尤其是大S和巨峻夜 实在太一言难尽 隔三差五就因琐事上热搜 长期这样引起了网友们的不满 相比之下 张岚坦率大气 与S一家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 绝大多数网友最初都站在张岚这边 然而 随着时间的退移和舆论的发酵 网上风评逐渐有了变化 张岚不再被大众力挺 她的质疑越来越多 一些网友怀疑其动机不纯 表面说是小孩子 实际是消费孩子 把他们当成赚钱的工具 就拿这次她和孙子孙女的见面来说 张岚一直让他们吃自家的酸辣粉 被许多网友吐槽 因为之前麻六计被点名踢踢 存在食品安全卫生问题 于是有人说张岚为了生意 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其实 回看张岚这两年在直播间的表现 网友们说的也并非毫无道理 张岚确实太喜欢炒作和蹭热度了 聊想张岚年轻时挥驰方球 凭一己之力 让儿子挤进京城四上 不曾想老了 老了还不得安生 近年来 张岚的名字和前二席大S分不开 一开始 张岚对大S的夸赞不绝于耳 我对这个媳妇特别特别的满意 甚至还说出 只要大S高兴 汪小飞就算在婚姻里跪着 我也不管 可惜的是 2021年 汪小飞和大S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事情也以大S和聚俊叶就情复燃 踏入婚姻殿堂结束 不过就因为此事 闹出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乌龙 起因是在汪小飞和大S离婚时 签署了协议 汪小飞需要每个月支付抚养费给大S 可汪小飞也不会想到 前妻会这么快再婚 这不是打自己脸吗 于是 她停止对大S的赡养 之后台湾媒体爆出大S 向法院起诉了汪小飞 起诉原因是汪小飞自打大S 与聚俊叶在婚后 便不再履行离婚协议 不再付生活费用 于是大S想要申请强制查封 汪小飞在台湾的500多万财产抵债 报道一出 汪小飞迅速做出回应 她在媒体上晒出用于家庭支付账单 并连续发表数条动态指控大S 所言不实 她并没有少付一分生活费 抚养费 反而是大S 不让她见孩子 现在她只不过是不想再给大S 和聚俊叶交电费罢了 从汪小飞给出的账单中看 近一年 她共计支出了4049万台币的费用 折合人民币929万元 就在汪小飞做出回应的下午 大S的母亲也发声 她说汪小飞没有按离婚协议支付生活费 育儿费 并表示不让孩子暑假见汪小飞 只因为担心孩子的身体状况 此言让汪小飞觉得荒谬至极 随后怒火中烧的她 委托媒体周刊发表声明表示 以后不想再支付所谓家用和那高价电费 后来汪小飞还说 现在大S和聚俊叶住的房子 是她出的钱 从设计到装修 都是她一手操办 大S和聚俊叶结婚 连个床垫都没换 如今还要让她出两人那高到离谱的电费 想想都替前夫各冤的慌 不过这件事过后 汪小飞也意识到 需要马上把孩子们带回北京 疑似要和大S争夺抚养权 当然汪小飞也没成功 在机场被别人拍到 精神违靡 一脸愁容 或许是儿媳太不给面子 儿子也败下阵来 张岚便在直播间内涵姐妹俩和聚俊叶 双方你来我网闹得不可开交 和张岚不是吃素的 张岚何许人也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张岚还是斗志平常一名土通的会计 稀里糊涂结了婚 凤凤火火生下儿子 又快速地离了婚 但张岚并不满足于现状 恰逢国内掀起出国潮 张岚就把六岁的汪小飞扔给爸妈 她一人跑去加拿大打黑工 因为嫌一份工资太少 她一天能打六份工 上午去饭店卸食材 几十斤重的猪肉 她一人要搬十八堂 下午张岚还要去美发店给人洗头 打扫卫生 为了省下租房子的钱 张岚找到一户好心的房东 因为房东太太悟病在床 于是张岚早上打工前 要为她擦洗好身子 熬好卖片种 为保房东太太 这才能出门 不过她也只是住在又冷又潮的地下室 整日与各种小动物为伴 即使条件如此艰苦 张岚也不曾放弃 她只有一个目标 暂购两万美金回国 有心人天不负 短短三年时间 张岚就实现了她的梦想 不仅如此 她还拿下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国绿卡 于是回国还是留在这里 继续发展成了一个问题 但张岚的心中只有回国和儿子 她拿着两万美金 踏上回国的飞机 正式开启属于她的商界传奇 开办阿兰酒驾 创办俏江南 2008年还成为奥运火炬手 为公司拿下三个亿的资金支持 随后登上胡润富豪榜 让汪小飞挤进京城四少行列 张岚彻底实现 从场妹到女富豪的转变 不得不让人佩服她杀伐果断的性格 可叹时运不济 命运多舛 汪小飞没有张岚的手段 也没有张岚的头脑 现实和王思聪闹种种矛盾 后来还丢了撬江南 成了伟豪门 这也导致年过半百的张岚 不得不重出江湖 创办了麻六起 搭上直播卖货这趟快车 在看到儿子陷入两姐妹的纠葛中 她利用儿子儿媳的热度 通过直播进行带货和宣传 让大家看够了笑话 某次直播中 张岚爆料陈建州 曾因为大S把汪小飞摁在地上 掐着脖子打 此话一出 引起了网友对陈建州的网报 汪小飞只能出来道歉 称母亲是认错人了 并说和陈建州是好朋友 有趣的是 最近台湾一众明星他房中 就有陈建州 陈建州被指控性骚扰 她过去的好形象也当然无存了 或许也从侧面反映出 陈建州打汪小飞 不是空穴来风 虽然不知事情真假 但不可否认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麻六计的知名度也随之扩大 张岚趁机大赚一笔 不得不承认江还是老的了 然而离奇的是 就在她的直播带货高歌猛进 一往无钱的时候 张岚直播助理团队 好像是商量好的一样 集体辞职 张岚与直播团队的矛盾 也进一步升级 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火越烧越烈 三月份 孟赫先在直播时爆出 张岚拖欠其近90万元工资 孟赫还说张岚有两副面孔 人前笑嘻嘻地 回去后就开始骂人 还说张岚手段下作 装可怜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她就公开了与张岚母子二人的聊天记录的截图 以及因为一些小事 就辱骂她妈妈的录音 事情一出 汪小飞先在社交平台上说 孟赫这是打了自己家的脸 而孟赫又发言 让汪小飞把事情了解清楚再说话 不然她会继续爆料汪小飞和张盈盈的事情 为了平息舆论 张岚很快发布声明 对此前所谓的拖欠运营 孟赫工资近90万元一事做出回应 张岚方也要求孟赫赔礼道歉 并将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两方好像都能拿出证据来 网友们一时间摇摆不定 不知道谁是对的 不过彪悍的张岚 早已因为儿子的是慌了神 逐渐走上不归路 2022年 余季葛思奇爆料了汪小飞婚内出轨 人品有问题 护子心切的张岚 就在直播间为汪小飞各种解释 怎么说都是葛思奇在胡乱造谣 是受到了大S的命令 收了钱来黑汪小飞 这话一出 是在质疑葛思奇的专业能力 于是两人就彻底杠上了 张岚也经常在直播时说葛思奇坏话 张岚的粉丝也信了 就去骂葛思奇 葛思奇终于忍无可忍 去派出所报了警 并向张岚发律师函 称其严重侵犯自己的名誉权 于是葛思奇要求张岚在7日内公开道歉 并保证以后不再发布类似不实言论 如为道歉将立刻启动法律诉讼程序 但张岚本人却没有座位 所以在今年4月 葛思奇控告张岚案开庭 然而 开庭时张岚没有到场 检察官表示 会在开庭 请张岚到场说明情况 葛思奇也对媒体放言 张岚下次再没有来 依据法规 传唤不到会变成通缉 事情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结局 不过张岚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妥当 即使护子心切 也不应该污蔑别人 这也给所有人提个醒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话说回张岚的大半生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验宾客 眼见他楼他了 不可否认的是 他是一个真正的女强人 输了也不埋怨时运不济 反而是整日笑意盈盈地做起直播 学起各种新鲜事物 大家被他永不服输 永远想要东山再起的那股心气 深深鼓舞 他的人生是自主的 充沛的 充满着冒险 他的精神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耐得住寂寞才能守住繁华 潮水退去 才知谁在挪泳 我叫你赶紧